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深惊百战的彭德怀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的悬崖上跌落下来 一落千丈 堂堂的国防部长职务被免了 中南海的永福堂也不让住了 性格刚烈的彭德怀怎么会远离北京 到大西南的深山老林里去工作呢 我们的故事就从彭德怀在成都看一场电影说起 咱们讲彭老总最后的岁月 还要从他跟您的一面之缘讲起 您跟他见过面 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1966年9月15号 在成都景江宾馆 我们召开西南三星进行共产会议 这会议有几百人 那么晚上都要放电影 我呢 坐在九排少号 彭老总呢 来少晚了一点 他的警卫员 也叫五官吧 警夕阵 打了一个手电筒 就找位置 拼命走巧 就坐在我旁边 我们大家感到挺高兴的 彭老总和我们坐在一起了 是吧 我是1943年在江苏晋福县一个江王学校就读书 读书呢 我们这个延传地区是现实军根据地 1943年上学啊 读的第一个课文 一二一 病来了 一二一 新士军来了 一二一 八路军来了 所以这个彭老总当时是八路军副总司令 主的是总司令 所以我们从小时候就敬佩彭老总 没想到拉干你以后 坐在彭老总身边看电影 所以我们参加会议的那么一些代表 今天彭老总知道旁边来了 大家都站起来了 那么彭老总叫大家坐下 坐下 他就把毛子脱了 就坐下来看电影 看电影呢 法务员 金江兵国的法务员 女法务员 堕了一瓶茶水 就放在他面前 清早喝水 彭老总呢 这个茶水就不放在我面前 我就不好意思喝 我可以啊 我不想用我面前 因为我给大家看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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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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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战上海 同志们 向大上海牵津 战上海呢 看看以后他头就掉过来 对我说 这不是这样子冲发 打仗啊 战上海还不错 解放典向前冲嘛 要解放上海 他说不是这样的冲发 这样子冲我们要吃亏的 就是牺牲的人更多 我呢 也不懂这个军事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冲 我只能说 彭老总你说得对 在军事上 彭老总说得对 打得赢 但是面对缥缈不定的政治风云 彭德怀却吃亏了 1959年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 彭德怀对大跃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给毛主席写信提了意见 谁知道这封信惹怒了毛主席 庐山会议转风向了 开始批判彭德怀等人 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 还套上了吓人的反党集团这个大帽子 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 就要上书吧 反映这个我们国家大要件 是吧 反映人民共资上面一些问题 最后便打成反革命集团 后来他就撤下了国防部长招务 其他的都保留的 中央政治委员什么这些都保留的 还有副总理也保留的 就撤下了国防部长的招务 撤下国防部长招务以后 那么中央军委1959年的百分 阻止了一群多人来批判彭德怀 批了多长时间 批了一个多月 在这个时候他就被罢官了 他认为住在中南海 他已经不顺应住在那个地方 名不正言不顺 名不顺 他认为住在中南海 战务我们党的声誉 所以他主动去出来 要到北京另找一个地方住 彭德怀原来住的地方 是离毛主席非常近的中南海永福堂 接下来他要搬去的地方 是明朝末年 去年十五年 再次见到北京的水平 还有空中央军 听到北京 谁将军啊 我再次见到北京的水平 多长时间 等于这些轻易的海岸 在北京的水平 在北京的水平 本山上山下山的水平 海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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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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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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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彭老总他愿意去吗 他愿不愿意去 这个彭老总是不愿意去的 不愿意去的原因呢 我就想的1965年9月11日就是彭正 他是中共中央这个书记处书记 又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是吧 他有这么一个身份 毛主席就为了一套彭正 找彭老总的电话 1965年的9月11日 这个和众主部的一个副部长 在人民大会上的江苏厅 找彭老总进行交谈 受毛主席和中共这样的委托 清理到西南 当然相应进行的副总指挥 总指挥与林林区 这个彭老总呢 他是奔运区的 奔运区的原因呢 第一 他的工艺啊 他认为他不太熟悉 自理科学啊 他就发明了自身密码手 最主要的 如上会 给他带了一个 三分钟的帽子 对啊 那么还没有制掉 那么就是说 对人家下去攻打 他就不方便 将对了人家怀疑力 将正确了也怀疑力 所以就是没有人听他的话 这样子呢 攻打搞不好 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 那么对我们整个的 善行进行有影响 所以呢 在其一段时间 他向我都去洗过去 我愿意到农村去 到农场去 到一个生产队去 当个生产队长 如果生产队 晒你搞不起来 我自己把 可以罢官 把毛都吃掉了 所以他对农业 是非常感兴趣 他是奔运区的 奔运区了以后呢 但是 彭老婆呢 还是要考虑 这是国家一个大事 国家的一个烟尾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九月二十一号晚上 给毛主席洗了一封信 洗了一封信 就是说 这个心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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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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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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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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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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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照一共产党员来讲 那么一开佛宗组织上的决定 佛宗指挥 向毛主席表了一个态 彭真搬不动彭德怀这块大石头 毛主席只好亲自出场了 当年毛主席让彭德怀出兵朝鲜当志愿军司令 彭德怀很快就答应了 现在让他到大后方去当三线副总指挥 彭德怀会答应吗 那是那天早晨 早晨的话打来的电话 叫他八点半的话 你到这个什么毛主席办公那个地方 一年堂 到一年堂 彭德怀当时的话 你很高兴 他说好多年没有的话 你叫我去了 他就去 他就的话你急忙的话 你刮了就刮脸 换了一件深灰色的衣服 然后的话你急急忙忙的话 你乘车就到这个什么毛主席那去了 那么毛主席呢 9月23号就找到天亮话 找到天亮话 当年彭德怀也挺高兴的 毛主席呢 应该说咱们给领袖的姿态还是比较高的 尽力彭德怀有一间卑民区 让我亲自和他交流 总的一个意思呢 我们都是六七岁岁的人了 我们国家现在要备战 知道为了全国人民的安全要备战 我们要为后代着想 大概是这个意思 另外你到西连区 当这个第三副主任 也叫第三副主任指挥 让你 是吧 西族 雷军区 其他人都一起来攻打 对你也没有什么保密的 你要看什么地方 你就看什么地方 如果游战有一天 你就洗信给我 所以捧了会呢 还是感动了 最后表了态 他要到县心区 他回来了以后 跟我说说 毛主席 叫他到这个三线去工作了 到成都 他说我一定答应了 毛主席的话 我说了很多 说你这个人是个酱脾气 不写信就不写信 一写信把我言 路上会已经过去了 是历史了 真理有可能在你那边 你去吧 到三线去 去到那个地方 高点的话建设 将来的话 你有战争了 你还可以带点兵 打点仗 恢复名誉 这样的话 你后来他 别怪我来送你 他最后一终了 那这就没有 你会带你 这样搞的 我们在研究 没关系 中文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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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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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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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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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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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很高兴的 当时伯父怎么去的三线 怎么去四川 我到火车站去送他了 送他其他的人都没有 就是党校的人去送他 因为他算党校的学员 那这样的其他没有任何人去送他 1965年11月28日彭德怀离开了北京 火车整整开了三天 到了成都 彭德怀去三线指挥部报道 担任第三副总指挥 因为这个时间距离文革的时间是非常的近 同时呢我们再看一下 也就在同一时期 彭老总去了三线 习中勋去了陕西 黄克城去了山西 这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吗 还是说除了主席有让彭老总带有号召力的去三线 这样但简单的一个原因呢 这个事情啊 康生六年三万年 给毛主席出了一个顶子 有个意见 认为彭德怀 习中勋黄克城这三个人 不涉及在北京 要让他们下去断立 不省力去断立 这是一个重要的情节 实际上呢是文化大革命呢 快要开始了 但其他的不知道 那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怕自己三个人是北京 会不方便 还带来一些不好的事 可能是这么一个大情节 但其他的 包括刘昌局 刘少奇 斯文来 继续领导 邓小平 都不知道这个意图 在大风暴到来之前 调虎离山排出一己 这可不是一般人弄得懂的玄机 深奥得很 蓬德怀是十一月 三号到成都的 住在成都 永信航七号 永信航就靠春旭路 闹中有进 那个永信航七号呢 现在变成十五号了 是西南区的一个运子 里面有个小泥堂 有招待所 大运套小运 有几栋房子 让蓬德怀住在一个小平房 他说不需要那么快 我住个平房就可以了 放张床 中间一个小客厅 一个树架 他有二十多项树 是不是 他认为还是很满意了 对蓬德怀 他的妇人浦阳修 没有去 在北京四大没有去 他是一个人去的 但他的秘书齐慧英 他的警卫英叫金西正 是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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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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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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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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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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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秘书齐柯英 这个金吴云 锦细珍也在房间 彭老张就把报纸给他们看 你们看 你们看 他们是屁股的 锦细珍 齐柯英 哪里是屁股的吗 上面是 你连个名字都没有 他说连个名字都没有 至于武汉没有提到你彭德怀吗 没有提到你彭德怀 就这个意思 彭德怀意思 他意思 我不是傻瓜吧 我现在明白 就是批他的 但是他武汉见过命 没什么交往 武汉是著名的死下家 彭德怀呢 他马上陷阱就平静下来了 他说让他们去批吧 人这要不服呢 自己不服呢 不能再批 自己也不回那里 就这个意思 我们不管他 我们到现任现场去 到工具去 就这么一个情节 所以这历史的巧合也很有意思 他11月30号到成都 10月30号海瑞罢关的文章 在人民日报上出现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就这么出巧 后来回国后来 12月20号 在杭州 毛主席在杭州 收费 function 中文字幕 没有名列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情况 我们要不要来 他就会ahaha 有什么情况 可以把人说 我原来说 你不能一定就会 对他来说 有个人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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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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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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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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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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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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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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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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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家常相信近些 但是呢 你们觉得他的指示合适 你们就办 你们觉得他指示不合适 你就不要办 还有军工他就不要决策了 这样有好多领导干部呢 当时就很有感觉 又叫捧着回来工长 又限制他就不好办了 实际上一些领导干部 几十亿领导干部心里就有数了 这不仅仅是不被重用的问题 而是被怀疑 对 信任 所以这个彭老总呢 到了中共中央新年 新年三行经纬呢 就让他管什么呢 管煤炭 煤电这一块 煤电什么天灵气 结果来运这一块 彭老总呢 没有任何意见 你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因为他心里早就明白了 上面叫他来 不是叫他管国防空 但一开始呢 他认为他自己鼓励不着 自己鼓励让他管国防空 不是 他自己明白了 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彭德怀 却不能够接触军工 只能够管煤电和天然气能源这一块 有人还到处设防 生怕他理通外国 泄露国防机密 但是他还是去了很多的地方去视察 去的地方就多了 那么彭老总呢 去的时候他自己不明白 去的时候呢 到哪个地方 比如说中共中央新年局 新年三行经纬 三行经纬呢 它是个部级单位 下面有局有处 那彭老总到什么地方去呢 比如说到疫病了 那么要通知疫病地位 还要有个局长陪同他 这个局长呢 又希望陪彭老总 但是又不太希望陪老总 比如说他一个研究局局长 研究局长陈鸿武 是他的脑部下 陪彭老总呢 感到很光荣 而愿意 但是回来 他引途的一路表现 要汇报 甚至每天都要向 审理一关部门汇报 因此呢 彭老总到新年三行来 大概有几条规定 第一 要举掌陪同他 要通知 接待电位 要通知他 那么第一 要保证他的厌重 同样的 在我身边 要通知 未经许 都是 我 那 真的 没有 彭老总 未经许 都 我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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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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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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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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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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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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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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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帮他多给军 少给军 军军 还有不进行运行 还有不准照相 aney Honestly 彭老冬在西南 走了那么多地方 没了一张照片 好像留下了一张照片 由一张照片是这样子的 后来我准备发现 这张照片的 唯一的一张 这是2011年 就是邓小平的家乡 叫广岩 广岩搞了一个 三星界隙移植 成立馆 其中我就发现 一个像彭德怀 爬山里这个镜头的照片 是在三线吗 三线 后来我就问他了 这个照片从哪里来的 是这样的 那么1965年 12月14号彭德怀 那么到了成都了 那么12月14号 他就到了广岩 邓小平的家乡广岩 广岩有并器部的 几个光线厂 那么正在开工 叫电大梨 后来彭德怀开了一个 三三八厂 叫冥光雨气厂 当时这个厂 不是布置在平地上 是在一个山沟里面 工厂整个布置在山沟里面 山沟里面 那么这个厂 拼命凑巧 生产猪酱牌照相机 因此厂里之功 有的人就有这个照相机 厂里要想的 要好办一点 有的人可能讲了 厂里 接到这个通知 是不准所向的 不准所向的 那个厂长 雷厂长也知道 那么陪他去的 还有并器部的一个副部长 叫朱光 也是他老部下 也是资云军的 泡命司令员 后来当了 五级部的副部长 也就是并器部的副部长 也在西南瓜 山沟里面 碰到他老部下 对吧 那么这个 其中 有个监视 厂半的一个监视 拿了一个照相机 彭德怀 正在厂区 爬上一个镜头 就他照相了 但是这却留下了 就留下了 唯一的 珍贵的照片 历史背景 就是当时 不允许判了 破照片 彭德怀 到了成本地路 那么 踢到兵 摄影师 踢他落了相了 也照了照片了 文化大兵 他也批头 说把西西南瓜照片 统统都烧了 这张照片 留下很正规的 其实彭老总 当时就是被套上了 一个枷锁的 在山前 就是被套着 一个无形的枷锁 中文化大兵的 中文化大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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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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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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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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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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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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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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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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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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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森梅县那里有一个森梅框 也是搞进入材料的 也是国家经材部抓的一个重点项目 一听说蓬奥中去了 人家广武社就广武了 是上午毛主席派人来放了这个顾区 毛主席派人来 有的职工是上晚班 你还在睡觉 有的还在上班 一听说是毛主席派人来 那么顾小方肯定找个领导来了 毛主席派人来 雪山点头笑 海云把路开 当地职工都认为 彭德怀就是毛主席派来的人 纷纷出来欢迎彭德怀的到来 大家都拥出来了 围在这个线头上 看到彭德怀在爬山 上来了 都在立立护的护营上 走到那里 彭德怀总是收护营的 对吧 但是陪同的人呢 限制他居住群众 成分替路 思想完了以后 就到了潘子化 当时叫杜口师 毛主席最关心的是潘刚 潘子化刚的基地 为什么最关心的潘子化刚的基地呢 因为潘刚啊 他有个经说 金刚帮他帮他携 叫携 是吧 这个心呢 他病率还轻 病率还轻 那么他的强度 病率还强 因为当时毛主席说过嘛 潘子化建设不好 他睡不着觉嘛 毛主席说 潘子化建设不好 他睡不好觉 整个经济 善心经济 基本上他睡不好觉 我看彭老总走到哪视察的话 也经常把主席的这句话给讲出来 所以彭老总呢 就到了这个潘子化 几个人一起走 去参观 起早到一个工地 到那个义务社 彭老总一下就跑到义务社去了 林匹平还不知道 彭老总到哪去了 到义务社去了 那个医生一看 老同志来了 彭老总还当时呢 穿了一个是中山装 他黄色的衣服 他全部被他人家喝的了 黄帽子完全被他人家喝的了 他说他不是军人了 他也不是原色了 他自己很情绪的 那个医生们就问 你老同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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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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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以云生病了 彭老仲就相信了 那请你转告他 叫这个云云好好治病 好好养生 他们在这里很艰苦 后来这个师弟赵宏池 就回到他自己的房间 大扣了一场 什么大扣一场呢 从来没有对于彭老仲 这么多年没讲过假话 这是第一次谙谎 大扣了一场 对不起彭老仲 在西南三线 不让第三副总指挥 彭德怀搞军工 只分管煤电天然气等能源建设 那里一个未远的天理气矿 天理气矿是比较大的一个气矿 也是我们现行进行的 一个重点项目 什么邓小平 李福春 前以后都去过的 那么彭德怀 他是分管煤 分过电 对 对 对不对 分过天理气 他当时应该去了 就是西南社有管理局 领导要批了去了 因为当时现场有五千度之功 生活也比较困难 我们好多的军工厂 都要等他那个气压 包括成都当时还没气 要等到这个气压 就找一重点来抓 后来西南社有管理局的局长 向彭老师汇报 我们要升了基层 把我们一些干部 清移到 渭云这个矿 搞一个楼 造为我们一个办公地点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彭老师好 你们到信尝 升了信尝指挥 我这种交在一起 不是更好吗 彭老师表了一个态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所以彭德怀在 魏远和西南社有管理局 在那里搞军备 是他一个军备基地 实际上是个污蔑 在那个无限上纲的年代 一幢普通的办公楼 竟然被说成了 搞政变的秘密基地 随意找个罪名 实在是太容易了 可是让风雨飘摇当中的彭德怀 叫苦不迭 1960年春节期间 他到了杜江云 杜江云回来到了匹庆 一个洪光公寺 所以就到了 新闻书记陪他 到了农民家来看看 随便看个农民家 一进去 柜台上 一个毛主席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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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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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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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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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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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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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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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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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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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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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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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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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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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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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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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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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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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起到了医院 看了这个帅士高 叫帅士高 一个老成功 这个帅士高老成功 也不知道来的是什么领导 对不对啊 其他人就是这个老同志 来看看你 后来我们彭老总 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叫侯南生 他是侯南出生的 他不愿意讲他自己的证明 他认为当时他的名字 也得臭了 怕影响病人 后来旁边有个人讲 他不是 他是不叫侯南生 他就是彭得怀大元帅 哎呀这个老成功 高兴得不得了 多年没见面了 好像两个人就拥抱了 哎呀很感人的一个故事 后来就坐下来 问问帅士高 你家庭生活怎么样 因为他家里是农村 也是个山区 如是讲了 生活不怎么样 还是比较苦的 后来彭老总呢 临走之前 就套了三十块钱给他 还有三个大学们相应 另外呢叫地区领导啊 当地领导 关心一下这个老成功 而且还另外还有老成功 要关心关心 这个彭老总呢 就是说当你红军 杜福 你要立了大功了 莫大生病危险 表达他这么一个感情 后来呢 陪他的这个局长呢 是不是啊 变得很为难 这个事要不要 向主席上汇报 是不是啊 当时他没有汇报 就有人说 彭老总到了西南来 对群众小恩小徽 受灭人心 特殊他自己 那么就举了给老成功 上这块钱 羡慕大起门相命 叫受灭人心 彭老总当地很生气了 长征的时候 人家为了红军 强度大的活 人家生命都不要了 我现在代表当地的红军 表达自己的意识 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个就叫受灭人心吗 更加离奇的是 在石棉矿播放歌曲 毛主席派人来的人 文化大革命当中 竟然被审查了 什么理由呢 说是彭德怀 不是毛主席派来的人 你怎么可以放歌曲 毛主席派来的人呢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山雨一来 风满楼 彭德怀在三线的日子 更难过 红卫兵竟然翻墙 绑架了这位开国元勋 朋友们请看下一集 彭德怀元帅的苍凉岁月 我们下集完